如今面對民進黨的確定要徵召陳時中參選 臺北市長其實也讓了臺北市的 撒卡都這樣的一個態勢 已經正式要成行 那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對此炮火非常猛烈 他嗆說陳時中是臺灣史上第一個落跑的指揮官 但是回顧過往的選戰 國民黨其實在臺北市的三角都選戰當中 曾經是有過一勝兩敗的紀錄 倒是這一回蔣萬安 您看到畫面當中的他老神在在 很有信心 他說相信自己可以扳回一城 話才講到一半 內湖區中美里里長邱莉玲一度哽咽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趕緊擁抱安慰 因為內湖新民路穴居現象 底層悲歌讓人心酸 80公尺的地下室就隔了差不多 有20多間的雅房來出租 生活環境跟條件的確是非常的惡劣 走入基層點出現任市府的不足 蔣萬安面對兩面夾擊 一邊有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一邊則有衛福部長陳時中 確定代表民進黨參戰臺北市 蔣萬安繃緊神經全力開炮 陳時中部長 他扛起的是民進黨交付他的任務 並不是民眾對他的期待 他成為中華民國防疫史上 第一位落跑的指揮官 台灣人民會永遠記住這一刻 大算陳時中是落跑指揮官 不過這危機感不只蔣萬安很有感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臉書點名陳時中 只設宅政策說合作是兩回事 只靠口號不能陳世 只有勤政才能實踐居住正義 是酸度爆表 他說他要扛責 但是他選擇的並不是堅守崗位 對抗議題 反而是落跑去參選台北市長 我想這是非常荒謬 火力全開 因為歷史就是一面鏡子 看看過去台北市長選戰中 撒咖都選舉結果 一九九四年時 趙紹康操作棄保 黃大洲十倍 輸給民進黨的陳水扁 而二零一八年丁手中 輸給拼連任的柯文哲 只有一九九八年 馬英九成功棄王寶馬 打敗爭爵連任的陳水扁 國民黨在台北市 一勝兩倍的歷史記錄 蔣萬安能頒回一城嗎 我們不需要用歷史來預測未來 我們有信心 但是不鬆懈 台北市撒咖都人選底定 藍綠白如何各自突圍 搶下首都寶座 選舉的戰鼓已經敲響 記者夏娟城蘇智傑 台北採訪報導